欢迎收看新闻一周 我是王秀然 中国驻印尼特命权权大使肖谦 周三下午在雅加达红十字会代表处 代表中国红十字会 捐款十万美金铺驻在龙沫岛被地震影响的灾民 继印尼西努沙登加拉省龙沫岛 在8月5日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至少有140多人死亡 不少游客和民众也被强烈的地震影响 导致超过7万人不得不逃离酒店和房屋 流落街头 印尼红十字会已经向龙沫岛的灾民们 捐助将近4亿多印尼顿的援助物资 其中包括2000条被子 2000条地垫和2000顶帐篷 但是印尼红十字会执行主席表示 这几天将会按龙沫岛的情况和需求 向灾民们送上救助房屋 中国驻印尼特密全权大使肖千 周三下午在亚加达红十字会代表处 出席了龙沫岛地震捐赠仪式 肖千大使表示 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印尼红十字会 提供1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献汇援助 而自己将代表中方向印尼红十字会 转交这笔款善 肖千大使还表示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会向正区灾民 提供紧急物资 价值高达9亿6200万亿利盾 另外一笔是分开的 是中国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向灾区提供的一些物资 包括2000个帐篷 2000顶帐篷 2000顶地垫子 还有5000条毛毯 此外肖千大使称 中方愿意根据印尼方的需求 在灾区重建方面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相信 在左科威总统的坚强领导 和包括印尼红十字会 在内的各界共同努力下 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早日重建美好的家园 美族新闻 吴从华 Vicky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通讯卫星 印尼电讯有限公司所属的红白通讯卫星 本周二晚上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空中心 成功发射代替使用期完满的电讯一号卫星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空中心 周二中午成功发射了 印尼电讯有限公司所属的红白通讯卫星 这起历史性的事件 可在印尼电讯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收看 按计划 重量达5.8吨的红白通讯卫星 将在未来16年内 替代使用期完满的电讯一号卫星 并环行于加里马达海峡的东部上空 据了解 红白通讯卫星是印尼电讯有限公司 自1976年所运行的第十颗卫星 所具备的作用和印尼电讯有限公司 所使用的其他两颗卫星 电讯2和电讯3S有所不同 而由美国太空中心提供的价格也最合算 和电讯3S卫星相比 红白通讯卫星价格 从2亿1千5百万美元 节省了25% 美术新闻综合报道 雅加达最近举行的一系列艺术展览 包括一名叫 《渡边掌舞》的日本艺术家在内 消耗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观赏 我们马上回来 《渡边掌舞》的口音 《渡边掌舞》的国家里